有位观众朋友问我,清朝的统治基础是八旗制度,皇帝是上三旗的旗主,而上三旗只有皇帝一位是皇室成人,那么皇子成年后是如何分数旗级呢? 他们未来会成为各旗的旗主吗? 本期大学士就来跟各位聊聊这个话题,看完本期视频你一定会知道,八旗旗主,各旗都统和铁帽子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了解些历史的都知道,清朝有八旗制度,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隶属于正红旗,通常情况下父亲隶属于哪一旗,子女必定就属于这一旗,那么皇子们却并不是如此,他们大多分数不同的旗级,皇子为何不能分配到上三旗呢? 他们的权力各旗旗主大吗? 这还得从清朝的八旗制度说起,清朝是由游牧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女真人最初都是以部落群居,外出狩猎也都是集体出行,女真人狩猎相当于汉人耕种,只是汉人耕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女真人狩猎则是以部落为单位。 因此,女真人狩猎时,人数非常多,那就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首领,这个首领在满语中叫牛鹿,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期,他在这种有组织的部落狩猎规则之下,进行改良革新,建立了八旗制度,每三百人编为一牛鹿,首领为牛鹿鹅真,汉化官名为左领,无牛鹿为一甲喇,首领为甲喇,汉化官名为参领,无甲喇为一顾山, 而一顾山就是八旗的一旗,首领为顾山鹅真,汉化后官名为都统,八旗制度,倒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级时期日趋完善,他将八旗分为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以及八旗蒙古,至此八旗囊括了满,蒙汉三族人群,还规定八旗子弟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日从事劳动生产,一旦战事发生全民皆兵,这种制度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辅兵制, 当然,八旗本质上与辅兵制并不相同,八旗制度中除了王公贵族和普通旗人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畸形产物,那就叫八旗包一,在清初时期,八旗旗主基本都是努尔哈赤的子职,因此赋予了他们非常大的权利,包括旗人的婚姻,经济以及纠纷都要由旗主裁决,但是相比之下,普通旗人要比包一好得多, 所谓包一即是八旗贵族的奴隶,普通旗人拥有独立的经济和处理家世的权利,但是包一奴才则没有,包一奴才的一切都得由自己的主人及所属的八旗王公贵族决定,可是由于包一多是服侍王公贵族,因此他们更能在王公贵族面前说得上话, 清朝入官后很多包一奴才都在王公贵族的主子提携下很快地当了官,因此在试图晋升方面,包一奴才反而比普通旗人更容易晋升,造成了按照正常情况,普通旗人的身份地位要比包一奴才更高一级,但是在实际上部分包一奴才却比普通旗人更高级一些,清朝自顺制入官之后,八旗制度也随着满清入官变成了一种清朝独有的政治制度,也是在顺制时期, 八旗才有了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顺制幼年继位,当时一直由叔叔瑞亲王多尔滚摄政,随着他年龄的长大,他渴望亲政,而多尔滚还想大权独揽,因此皇帝和摄政王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多尔滚死后,顺制终于亲政,同时也开始对他进行政治清算,将多尔滚全盘否定并开关陆施,还将他的瑞亲王爵为废除,同时将他统领的郑白旗直接收归自己亲自, 在努尔哈赤时期,皇帝只统领湘黄旗,到了皇太极时期,他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兼领两黄旗,即正黄旗和湘黄旗,到了顺制时期,顺制在对多尔滚进行了政治清算之后,皇帝就彻底称为正黄旗,湘黄旗,正白旗三旗旗主,因此皇帝亲自统领的三旗,也称之为上三旗,而下五旗旗旗主也在顺制时期逐渐固定, 分别是,正红旗旗旗主李亲王戴善家族世袭,香白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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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 私人奴隶 下午期包一则是 八旗王公贵族的私人奴隶 皇帝和王公贵族相比 肯定给皇帝当奴隶 要比给王公贵族当奴隶 更让人自觉身份略高一筹 这就是在包一心目中 形成的等级划分 作为皇帝的儿子们 成年之后 其籍都会被分到下午期 并不会出现在上三旗之中 皇子们不跟随皇帝老子 入上三旗其籍 这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皇子们在成年之后 会被皇帝赐封爵位 并由内务府统一在皇宫外面 分配府邸 也就是分府至世 在分府至世之后 皇子们都会被分到下午期之中 比如康熙第十三次印象 在大婚之后 被分配到正兰旗 由于印象与雍正皇帝关系亲密 因此雍正继位之后 就册封印象为一亲王 并且特意让他负责管理正兰旗旗物 成为正兰旗的领主 后来他死后 更是获得了世纪网替的铁帽子王待遇 而他家族的后人 世代成为了正兰旗的领主 这里说一说领主和旗主的区别 旗主就是八旗的一旗之主 上面说过 下午期的旗主 都是由清初的铁帽子王世纪继承 在旗主之下还有领主 所谓领主 就是在一旗之中掌控牛路数量 仅次于旗主的第二大贵族 俗称小旗主 在顺制入关前 八旗旗主权力很大 可以决定本旗一切事务 但是清朝入关之后 尤其是顺制清政之后 为了巩固皇权 他开始着力打击各旗旗主的权力 淡化旗主们的政治影响 这时候顾山额针 也就是八旗各旗到都统 开始逐渐取代了旗主们的权力 顺制清政之后 设立了八旗满洲 八旗蒙古 八旗汉军 也就是满 蒙 汉三族 各由一位都统负责管理旗物 都统由皇帝任命 只对皇帝负责 由此旗主们也基本被架空 只是空挂旗主名头 没有实际权力 原有的八旗旗主 该享受的旗民供奉 还是依旧不变 确切地说 有富贵无实权 皇子们吩咐制式之后 就要由内务府 统一从上三旗中 给他们分左领 不过左领分为旗分左领 和褒一左领 其分左领就是以军事为主 褒一左领 则是褒一奴才的头目 而皇子们吩咐制式之后 内务府分配的都是褒一左领 其实就是为他们的王府服务的奴才 在吩咐制式分派左领时 也是要看封爵和皇帝对其宠爱程度 通常亲王爵位肯定分得的左领 要比郡王 贝勒等爵位分得的要多 而皇子们吩咐制式时 左领都是由内务府统一 从上三旗中分派 因此要保证上三旗左领 全部归皇帝个人所有财经 为了确保内务府对上三旗左领的管理便利 皇室近亲有风诀 需分封左领的人都要往下无旗分配 通常上三旗除了褒一和普通旗人之外 基本没有皇室贵族 即便有也都是一些血缘关系较远的宗室和远之觉罗 没有被分配左领的皇族都属于是边缘人物了 无族轻重 真正的皇帝近亲成员基本都会被分配到下午旗 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 比如康熙第十四字印提就被分配到了正皇旗 但是印提被分配为正皇旗 却并不是因为皇帝的喜爱 而是因为皇帝的监视印提是雍正的同母弟弟 他在康熙晚年诸子真位时一度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因此雍正继位后对这位亲弟弟着实提防 而印提被分到正皇旗也是雍正为了更加方便监控他 印提也是少有的被分到上三旗中的皇族近亲成员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就是未成年没有吩咐制式的皇子们 他们的旗级都在上三旗中 只有到成年吩咐之后才会分到下午旗 看到这些你可能会问 皇子们作为皇帝的儿子反而被分到下午旗 还要归哪些旗主管制 那岂不是有失皇子身份 当然不会的 上面说过下午旗的旗主经过皇帝的削权 权力大不如入关之前 不过地位确实是十分尊崇 每到清朝举行国家庆典时 下午旗的旗主们都要带着旗下子弟列队跟随皇帝 但是清朝爵位分为辱八分爵位和不辱八分爵位 辱八分爵位除了比不辱八分爵位多了八种待遇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身份地位象征 辱八分爵位的人 是不需要跟随本旗旗主身后参加典礼 而是直接跟在皇帝身后参加典礼 辱八分爵位包括了亲王 郡王 贝勒 贝子 奉恩镇国公 奉恩府国公 而皇子们的封爵 大多都在这些爵位之中 所以皇子们即使被分配到了下午期 他们在身份地位上依然不比其主地 皇子们被分齐 通常是看各齐都统哪个位置出缺 最终皇帝派齐出任该齐都统 由内务府分派包一左领 并由所在齐分派齐分左领 对府邸进行护卫 比如雍正还是皇子时期 在成年后吩咐制式就被康熙分派到了襄白旗 负责管理襄白旗汉军事务 而雍正最宠爱的妃子年妃和大将年庚瑶兄妹 所属齐级左领就是襄白旗汉军 就是被划分归雍正管理的左领 年庚瑶所在的家族属于襄白旗汉军贵族 因此康熙为了拉拢年氏家族 也为了让儿子雍正尽快在襄白旗中站稳脚跟 特意将年妃赐婚给了雍正当侧附近 也正是因此年庚摇成了雍正的心腹 所以这种根据当时情形随机分配的情况 也就造成了皇子们大多不在同一起级之内 这也是为什么皇帝所生的皇子们 在成年后奇迹都不一样 最后再来说说铁帽子王 齐主和都统的关系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 齐主王爷的军事权利 被皇帝委任的职业军人都统所替代 皇帝直接统领八旗 而齐主王爷享受最高的爵位待遇 各旗齐主同时都是铁帽子王世纪往替的 皇子们被分配到下午期 享受仅次于齐主的待遇 也不具备统领军队的绝对权利 除非皇帝额外增加其统兵之权 至此铁帽子王 齐主和都统的关系您搞清楚了吧